有時候比賽都要看一看臨場發揮 因為自己國家對壘 通常排名比較高 心理壓力比較大 當然他們平時都習慣打縮 有時候當心理出現了少許變化 就會很容易落馬 尤其是雙打 因為雙打牽涉到發折法 所以如果心理不穩定 發折法出現問題 就很容易令整個戰局打得比較被動 見到這邊保爾 莫根神就不知為何做了一個新的外形 做了一個頭巾 保爾這個左手握開球員 其實近年他的演出已經算是成熟了 以往來說他開球 有時候也經常出現一些手藤腳陣 不過打起來很厲害 這位球手真的很厲害 但有時候打起來 心率也比較偏高 如果莫根神在後場處理會比較兇 保爾的往前處理會比較好 這些企圍是他們一般來說 比較常見的進攻模式 反而日本這對球手真的比較陌生 對 因為很少在大賽能夠殺到四強八強的位置 看他的世界排名都知道了 去到七十七位 但他能夠殺到達麥站的四強 也多得幾個 例如中學球手也沒有參賽 始終亞運也有點分心 是 當然 對亞洲一些強國 中國、馬來西亞、韓國 對亞運會的要求肯定是比較高 因為他們對亞運的重視程度 肯定遠遠超過丹麥超級排列賽 鏡頭拍著這位置 就是廣播好輝 另外他的拍檔是素野健泰 可惜一點 我們沒有看遠藤大游和祖川賢一 遠藤大游和祖川賢一 有時候分開打 合另一批的日本拍檔 如果遠藤大游和祖川賢一 兩個加起來排名是61 但反而他們分別不同的對手 一個34、一個33 看來日本的藍霜組合 除了橋本博且和平田典正 比較固定之外 其餘幾隊很多時候都是拆來拆去 你回答我,我回答你試試試 我想他們一直都在試 尤其是素野健泰 有時候他們都會打雲霜 而且他們打雲霜 其實都具備一定的實力 日本的男子球手 往往都會是兼顧 除了打雲霜之外 其實他們的競爭都挺大 因為很多時候為了要 準備打奧運會 我想現時都會出現 好像中國隊似的 日本的賽制是公司制 即是俱樂部制 國家隊的集訓時間 又不是太多 對他們的備戰亞運 應該不太好 當然他們除了在公司練習 之外 其實國家隊在出發之前 他們都會有一個集訓 但這些當然跟其他 好像南韓、印尼 或者我們國家隊 有很大的分別 因為他們長期都會在 全部國家隊球員集團一起訓練 好了,寶爾、莫根神 看看今天 丹麥的球迷 有多容易為你們打氣 剛才出場的時候 這兩位球手 所得到的掌聲 是不一樣的 比之前南丹的左甄信 獲得的掌聲還要多 看來在國內 他兩位相當受歡迎 看排面 寶爾、莫根神就高一點 好,這邊是蘇綺健泰 現場 球證再一次介紹 藍衣的丹麥球手 好,一號總子 世界排名第二 寶爾和莫根神 看來寶爾首先是發球 還在介紹 但已經寶爾預備開球了 好心急啊,寶爾 一來就 有少許甩漏了 這球是判斷錯誤的 莫根神挑去後場 他不打 投在頭勢 拿了一分 這隊來自日本的球手 我相信他們應該是第一次 在超級派系列賽 入到四強 在四強方面的心態會是怎樣呢 這個真是 真是 未知數 以他們的實力來講 應該也有這麼多 因為近這幾年 日本的南商確實是進步了很多 尤其是他們引進了很多 印尼球手和中國 即是退役的運動 因為他們打他們的聯賽之後 明顯在南商方面的實力提高了不少 而且他們的打法都頗有特色 有少許印尼球手的味道 雖然技術沒有印尼球手那麼刁鑽 但其實整個打法方面 就是仿效印尼式的南商打法 哈哈 哈哈 嘩 嘩 這球球也看到 丹麥隊也是 打得比較主動的一隊 連續兩板 都是 這個 保義在網前的殺板 接著是 莫根神保重 這板球也看到 素野健泰打落網 保義在網上 那方面 5比1的比分拉開了 特別大賽經驗他們 比較豐富 他經常去到決賽做二拉 但這次 有沒有機會進到決賽 對手就是基多斯蒂亞雲 08年奧運冠軍 就在決賽等著你們 基多斯蒂亞雲 近年都是 基多受傷患困擾 成績就下來了 現在的世界排名跌到第三 素野健泰發球 基回球 主持人 這球球的六點 真是殺得好漂亮 能亡勉強挑起 這位六點對南霜球員而言 是最難應付的 因為南霜運動員 比較邊緣 尤其是現在開局 大家都未完全熱身 一般來說就未必會殺得這麼邊緣 有點誤會 好球 真的具備一定的實力 廣步很廢 網前的處理不頑皮 這些處理就有 我剛才想說有些印尼的味道 他不是每次都發力 他盛載出手比較快 但如果說技術 應該是電泰會比較全面 因為他有雲霜看 所以丹麥隊也是很精 有機會那時候 除了攻直線中路之外 很多時候他都是抓著廣步浩輝去攻 因為技術比較粗 那技術 看到兩位教練 就 就 柏柱邱邦 和 都算是 印尼的 就 就 Rexy 的 弟 都做了 這個日本隊的教練 朴柏柱邦 主教練 8比3 2 2 1 2 1 2 前面的素貝健泰 封網 封網 封得好像不夠 始終 在 處理球方面 丹麥隊的變化比較多 所以封起來 除非你很主動的攻 或者自己那方的殺球的重量 有一定的重量 否則的話 要封到這個丹麥隊的 防守球路 亦都有一定的困難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 會是採取這個兩邊壓網 或者分邊攻 這些打法 因為如果是 純粹是 站前後 都頗難封到 多數出球都是去到這個廣播浩輝那裡 多數出球都是去到這個廣播浩輝那裡 因為他的出球和下盤的靈活性比較差 所以 理論上 這一隊 應該沒有 這個 評電點證 那麼好 但是 又不知為何 他們可以2比1 就成不出 有時候都猜不到 暫時 寶爾摩根神 都領先大 撤 他真的是世界排名較前的寶爾摩根神 真的是 漾漾漸少少 11比4 去 球都除了 技戰術方面好些之外 他硬度亦是比較好些 12比4 即是丹麥隊必要時都不怕拋給你 拋給你好像日本隊的進攻能力都不太強 我剛才所說,他們是用速度取勝 因為他們的力度不夠 所以往往你一邊一定要採取兩邊是風網 因為他站前後,因為底線的進攻力度不夠 所以他們一定要兩邊壓網 因為這也是他們的特點,因為他們的速度快 身材比較矮小 好,普爾 一定要減少這個失誤 照計對方沒有什麼飛機大炮 你們就可以多選擇 又是普爾塞,這個球員失開就來了 對,他最害怕就是這個 即是會是很不明不白的 有時候一旦他這個出現,連開球都沒有了 他已經很不明不白的,就打對角 判斷正確 繼續追蹤 繼續追蹤 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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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明顯的是 就是廣報號揮 就是真的技術比較差 有時候中半場的淋球出球 就很多失誤 而且他防守方面也比較差 所以建泰會比較好在防守方面 這球球… 是否… 是否… 看不到 球證就說他看到… 主裁判就… 決定給丹麥隊 我想… 也要相信 因為剛才那球是挑球 並不是殺球 如果殺球的話 球證可能… 那麼遠 未必可以看得那麼清楚 不過剛才那球很近大界線 所以大家都懷疑 所以建泰呢 就是… 技術方面是比較全面一點 所以他出手呢 就是… 可以說球路比較多便 這個… 這邊呢 就硬拳硬馬了 真的有些救運 已經被寶爾捉住了 14 那又是寶爾 這邊呢 就是一個寶爾 那麼… 日本隊那邊呢 就是… 廣播好費 每人一個 快樂 5… 5… 15…9 那如果是這樣對抽的話 應該對日本隊 應該沒甚麼好處 因為他們這一球就沒有… 丹麥隊這麼有硬度 除非是主動 如果被動的話硬抽 就應該沒得打 就像這球球 幾球點比較低 球頭已經開始向下 他就強硬推 還要推到保爾的正手 因為他的正手 他舉板舉得很快 這球真的重彈 保爾也不想他順手 看見丹麥隊也很聰明 盡量把瑞爾健太拉到底線 因為他殺球比較輕 基本上沒有威脅 這球球有點不集中 這球很明顯 保爾 看看這個慢鏡 掛著看球 當然這球球雖然殺得不太重 但瑞爾健太的6點真的打得很好 看見葛祖邦也是很滿意對這球球的多板之後的得分 韓國的球王過往 過了去日本搞 中國的禮貌過了去韓國賺錢 這個世界是地球村 我想都沒有所謂 最重要的是 那些退役的運動員 或者有能力的教練 可以發揮他的專場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運動員 運動生涯很短暫 如果完了之後 不能夠繼續發揮他的專場 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 經常都建議一些 我們香港的有間部門 如何是可以 吸納這些退役的運動員 令他們 在社會那裡 發揮更大的功效 因為 做一個 要培養一個職業運動員 一個優秀運動員 真的很不簡單 浪費很多的人力物力資源 運動員自己本身 亦都付出很多努力 如果運動員生涯完了之後 不能夠繼續發揮他的專場 我覺得很可惜 經驗的累積 不能夠轉成到下一代 更浪費一點 所以我想 作為一個職業運動員 他的職業地位 應該要得到肯定 因為他們 確實這十幾年的職業生涯 累積了很多 很多人未必可以做到的一些經驗 如果他們可以繼續 無論是你做教練也好 或者是做體育教師也好 或者是做 呃 就是 跟體育有關的這些工作 一定是對 他在社會方面的發揮 應該有很大的貢獻 這一局就勝負已分 20比11 我想日本隊 掉了深水打第二局 可以拿回一些進攻的信心 攻不穿 對方攻緊你 防不防得住 防不住 始終都是去到這個廣播範圍那裡落手 寶爾莫根神 結果 這一局大比數是來贏第一局 那都是預計之內的 但是贏得這麼離航離辣 就未必是猜得到 21比11 不看第二局會不會有什麼變數 不看一看 北美最高水平的聯賽 東西兩岸最強隊伍 踏上爭奪總冠軍之路 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 季後賽冠準決賽 西雅圖海灣者對洛杉基銀行 星期一 NOW Sports 3 NOW Sports HD 現場直播 黃業在一個全方位的推廣平台 其多元化的產品服務 為各行業提供了低成本 高效益的宣傳途徑 黃業的SMS服務 可以幫我們把優惠的訊息 傳送給已登記的會員 可以有效接觸到客人之餘 還可以折散人手和成本 而在網上 黃業yp.com.hk登廣告 可以令到更多人認識我們的服務和品牌 現在打28282030送你一個月網上黃業廣告 黑市場上總共計 黎唇 一切很高 那邊見到朴柱鳳也盡人事 提點一下 聽聞朴柱鳳平時沒什麼好做就練習日文 大家都用日文溝通 韓國有很多教練都懂得說日文 可能跟之前的教育背景有些關係都不定 特別是老一批球員 即是韓國人 好了,保爾發球,嘩,捉到路了 真是教完路,這麼厲害? 素日健太一開球就捉到了 投位投勢,先拿一分 廣部好揮不敢開球 彈後場就彈得不夠後 經驗方面比較差 廣部好揮 也是要靠健太來爭取進攻的機會 因為這位球員雖然比較小 但他移動速度很快 哎呀 其實這邊呢,保爾也經常不太集中 如果有機會進攻的話 相信捉著這個保爾就會比較合適 一般老對手就捉著保爾 問題就是第一局的日本隊沒有這樣做到 當然這個跟他們 首先輸了前半場 再加上硬度方面 就是不夠對方來 就算真的拿到進攻機會 丹麥隊也是不方不亡 就挑起底線 把素日健太拉到底線 給你攻仙 然後打反擊 即是沒有了符 因為火力不夠 寶兒在後場都能夠直接得分 追成3比3的局面 日本隊都是靠這些移動速度去頂住 4比3 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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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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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完全沒有太大的威脅 好球 這球的處理反而比較好 這個半網真的撥得很漂亮 搶到網 輕輕一撥 如果剛才發力的話 可能反而莫根辰容易接到 剛才廣播浩輝的處理做得非常漂亮 5比4 日本隊在第二局 開局一直咬得比較緊 還領先一分 想不到在丹麥公開賽 日本隊就空群而出 雷霜方面更加令人激烈讚賞 4強裡面已經佔了3個席位 肯定包辦了明天的冠軍 日本隊在亞運之前 大部分主力都出戰 比較少見 除了日本之外 其實泰國隊大部分主力都在西島 除了中國 韓國 以及印尼 馬來西亞主力 多數都沒有在這裏出現 泰國 亞運 老實說 沒得爆爛 但是 同同鐵鐵 我相信 都有機會 團體賽沒有機會 個別單項 同同鐵鐵 還有一章 團體 因為我忘記了他們的抽籤情況 但是泰國隊整體實力來說 女子可能仍然有少少機會 同同鐵鐵 當然如果遇到中國 這些就沒辦法了 堅持打壓 能不能連貫做到 第二局多了 要捉住保爾 這是一個比較明顯的戰術 我相信很多教練應該都看得到 雖然力度不夠 但是連續進攻的能力都很強 日本隊 素野健泰在後場的移動速度是快 但是很可惜那個爆炸力不夠 嗯 浮了開球 7、6、6、7、6、7、7 我相信開球方面 的… 廣播浩輝還需要練習 很多時候 不敢開網前 多數是彈底線 或在網前的穩定性 不足夠 嗯 三兩把就已經開放了 一旦日本隊在前後就很容易出現漏洞 勁勁控網 因為寶義和莫根神兩位球手在網前的出球都頗全方位 這就是水平的高低 有些球員在某些點打不到直戰 某些點打不到對角 但是寶義和莫根神這方面的處理確實是比起日本隊好 老實說現在一直領先的寶義和莫根神 我自己覺得他能夠發揮自己的球比過八成 如果這個球贏得到日本隊 明天的決賽對手是基多斯還是阿雲都危險 如果他們真的能入球的話 真的要看寶義的發揮 其實這隊球基本上是看寶義 如果寶義發揮得好的話 莫根神應該就不會差得去哪 因為他是很穩定的 很穩定的 好,這邊就是 漂亮的 這個做一個平進 莫根神就有這些技術了 看你這個慢鏡 9、7 停一停 走錯位 看到蘇伊健泰 他打算直線 因為那時候應該打的時候 就停一停拉板 你就會引起對方起動 鬥前半場真的沒有獎勢 11、7 但如果挑起那一球 廣布浩輝又很容易被攻擊 所以強行都要搶網 好,10比7 開局時候 日本隊的優勢都沒有了 11、7 反招前 結果在休息前 丹麥隊領先回到11比7 已經被丹麥隊適應了 看來 開局初段那種打法 去到這一家 已經被丹麥隊適應了 其實開局都開得幾好 日本隊 很可惜 他一直都把握不到 尤其是有一段時間 寶儀就經常失球 尤其當有機會進攻的時候 都曾經打穿過他的防線 但一直都把握不到 跟著下來 當丹麥隊進入了之後 前半場就控不住 因為第二局開局那段時間 網前他們跟得很快 但後面失去了網前的控球權之後 整個形勢就逆轉了 11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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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健泰 亦都在第二局中段之後 發握得沒有那麼好 這球球又是再一次 手上球的失誤 因為可能他真的打得太快 體力亦都消耗得差不多 精力亦都用得七七八八 好球 嘩,這球球真是好挑戰 猜不到 保健這球球是打得這麼邊 電子腳的素野健泰都接不到 好,整大球 要先開關 丹麟 全球 山上禮 對上球 三旦 球隊 馬獲來 但廣播豪輝在接對方放網的處理 處理得不錯 但遇到一些中間球 處理得不太好 這位球員在網前也有特點 但也有漏洞 這些球員封網的能力比較差 但當對方放網 他撥網的時候出手很優勢 而且很堅決 慢慢的比分,越拉越開 14比9 又是對抽 這些對抽 從第一局打到第二局 很少贏 除非主動 這些球員又是球頭開始下去 你強行推 基本上真的完全沒有好處 因為丹麥這隊組合真的頗有特點 因為不像丹麥另一隊 就是帕斯基那隊 因為他們動作比較大 但這隊動作很小 有亞洲球手的味道 帕斯基剛剛就宣布退役 所以拉斯姆神現在雙打拍檔換了 不知道是否換了拍檔關係 亦入不到八強 當然仍然需要去夾一夾 因為其實仍然有時間 因為奧運排名賽 明年5月1日才開始 所以這段時間 我相信他們都會 經常出去比賽 增加多一點的默契 因為打雙打 要成功 需要長一點的時間去磨練 因為除了打法 心理各方面 都需要很合格 基本上如果可以做到 可能一個眼神 就可以有一個交流 這些就真正正正的拍檔 可能現在日本的男箱 有點像國家隊的女箱 在奧運積分賽之前 嘗試拆下不同的對手 再拼一下 看看大家的火花 拆不拆得出來 是否研究中 開球 是否日本人偷雞犯規 是否有些過手 好 Service Over 但這場球 日本隊想 反先難度都頗大 整個形勢 不只是分數落後 整個形勢 可以說 可以說 比較被動 打得 似乎都沒有什麼 方法打穿對方的防線 或者是爭取主動 的機會 都不是那麼多 飯數又不夠 級數又不夠 經驗又更加少些 我想更加重要 就是他們的防守能力 今天是防不住的 所以這些 會令戰術的部署 受到很大的限制 如果防守過關的話 我在前半場 不夠理控的話 我可以先拉起兩邊 但今天明顯 就沒有做過這些 戰術的變化 好球 哇 寶儀在底線上 停頓 調球 都頗厲害 第一板 再來一個停頓 見到廣武輝 都完全是動不了 這腳 什麼球都出來了 今天寶儀還 越打越三下 都不要緊 了 還給你 十三十九 數不容 素衛健太發球 丹麥隊呢 就有這支 本錢了 不行 我就先挑起給你攻 反正就防得住 去 這個球呢 莫斌森移了到直線位 但寶宜似乎沒有移動過來,變得漏了中間大洞 他站位,莫根神站得比較邊緣 這些半中場球的處理明顯是丹麥隊的處理是好過日本隊 六個match point,這隊有種子,可以入決賽隊有種子 還放得住 開死的球,不死了,但這球波拉帆一點點反而死了 有點誤會 寶宜,你這樣也救不到 寶宜 救了兩個match point 看看有沒有奇蹟 這球波的接法球的處理真的比較差 莫根神 太多match point,鬆了 寶宜 寶宜 最初打得不太順 後來越打越順 當然,最主要是日本隊方面給不到壓力 究竟明天他對基多斯里亞維會不會打得這麼順 明天不能錯過丹麥的雙男雙決賽 這場球賽前,我們預測日本的組合都有一定的戰鬥力 但是打起來,可以說是一面倒 確實在各方面都不及得上丹麥隊 所以這場球賽,丹麥隊的勝出也可以說是非常合理 好,OK 好,OK